我们看这一题 这一题它说 国内现实信件的 游资的计算方法如下 如果一封信 它重量小于等于20公克的时候 每封是以十元计算 然后超过20公克的部分 每20公克多两年 如果不足20公克的 以20公克计算 它说是求持油脂的函数 那我们现在先把它的图形 先把它画一下 这个贾身X是重量 Y是油脂 现在小于20公克的时候 函啊 这个时候是十元 这个0公克就不收钱 这个有包括 然后你超过20公克的时候 每20公克多加两年 这个如果是40的话 这个时候就多加两年 然后以此类推 再多20公克 就是60公克的时候 这个时候再多加两年 所以这个函数我们就可以写下来 这个函数就是说 这个XX 等于多少呢 当你这个 是十元 当你X 它是小于等于20的时候 那加两年 这是12元 这个XX 借以什么呢 40公克 到什么呢 到这个 20公克之间 14元 这个时候呢 再加20公克 60 大于40 那一时类推 那一时类推 那一时类推的话 这个是10 加两年 2M 那这个因数多少呢 每增加一次的话呢 是 增加20公克 所以这是20 加多少呢 加20M 那大于多少呢 20 加上19M 19M 也就是说 这个X 小于等于多少呢 20M加1 那就是20M 这 嗯 不对啊 这个应该是 这个应该是 20M-1 加多少呢 20M-1 20M-1 所以这大于多少呢 大于20M 这个就是它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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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20M 小于这个 那N的话 它是大于多少呢 大于等于0 那N的话呢 是正整数 那我们可以从来 可以检验一下 当你N等于0的话 就是这个 你N等于0就是 那个 10元嘛 那当你N等于1的时候 N等于6 就是40 那N等于1的话 就是12元 那N等于2的话 就是60 60到40 那2的话 那2的话 就是10加2 就是14 那1子N 这个就是它的函数 这个就是它函数 那这一行 我把它换掉好了 这样换掉就好看 这个换成这一行 我就是说 20N 小于等于 小于等于 20N加1 然后其中 其中 其中这个 N要大于等于0 然后N的话 然后N的话 N要大于等于 然后N的话 所以 写成正整数好了 因为有时候 这个N的话 没有包括0 这个就是正整数 这个N是正整数 那事实上 这个可以不用写 事实上 正整数是包括0 包括0 这个N是正整数 这个就是函数 这个就是函数 能够的 刀个动法 5 2 5